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赴养五百人的少年人 所以今天我们很感恩 敞开我们的心 能够领受神的话语 跟一边说我们要领受神的话语啦 要领受神的话语啦 好我们掌声我们要给神欢迎 大吴佛 好感谢书 我又回来了 时间真的非常非常的快 我记得去年是在三月份的时候 我来到这里一转眼一年半已经过去了 现在你跟李克弙呢说 时间不会等你的跟他说 时间不会等你的 然后你再跟他说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越来越老了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真的时间真的不会等待我们的 时间呢真的是 一一天一天的这样子过去 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珍惜 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 所以当我们第一天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也是告诉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 这位是在这个陪领会的 我告诉他们 人的一生 一生呢 大概只有七十年的时间 而且呢 如果你强壮的话 你大概可以到八十年 但是呢 重点就出在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七十年的 更加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八十年的 所以那有些人 上帝子给他四十年 有些人上帝子给他三十年 有些人嘛 神给他五十年而已 所以那不管几年 时间还是一样的 非常的多 所以那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懂得算一算 我现在已经几岁了 我离上帝所定的这个时间 到底还有剩下多少 对不对 所以那点我也告诉他们说 说到难听一点呢 我的一只脚已经在棺材里面了 这句话其实听得挺恐怖的 对不对 可是呢 这个又是一个事实来的 现在你们看文书 我已经超过四十岁了 我知道我看起来才二十几岁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那但是呢 我还是要面对这个事实 所以当我们在这地上越久 我们就要越重新的侍奉神 因为当你回到天天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上帝 不会叫你失望的 你在地上所侍奉的 你在地上所拜上的 不是白费的 上帝不会浪费你在地上的时间的 阿们 跟李克弥特说 上帝不会浪费你在地上的时间的 给他说 好 感谢属 那原本我这一次来呢 我最主要就是来教导 因为这次来的 我主要就是像去年的三月 来到这里 我好多歌叫舞会 然后去到处是去 舞蹈舞会 然后去推我的新的专辑 那这次呢 我主要来到这里呢 我就是来讲道 好 但是呢 昨天唐牧师也问我说 哎 你这次你要不要卖你的cd啊 我说这教会都有我的cd了 可能大家听到我的歌声 都要吐了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啊 也没有什么必要在卖我的cd啊 什么什么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必要在在唱歌 而且你看我的声音已经是差不多美了 因为我每次讲道的时候 是相当辣 是越讲越兴奋声音越来越辣 所以他声音看 现在蛮 蛮低沉的 好 虽然我就原本这次来就没有什么打算要唱歌 可是呢 爱佛牧师他就说 啊 可能有好些人他们都没有你的cd啊 你还是可以拿来拜一拜 然后就想来想去想来想去 他就讲说好吧啊我从东马呢也有带一点点 就是真的只有带一点点罢了 每一个专辑的只带几片而已 因为我这次来只是来讲道 啊 所以呢 在三位后呢 我的童工他们在后面也会卖一些我的cd 每个专辑只有几片 应该是每个专辑有不到十片 所以呢 如果大家喜欢的 你可以去购买 如果你不喜欢的 你也买 然后你每天看 看了你就会喜欢我的 你相信 OK 在那三位后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都可以去多多支持 不要说我带来了 不要再带回去好不好 所以到现在呢 我要做一件挺冒险的事情 好了我就想到说 哎呀 人家也没听过你的歌声了 人家哪知道我去唱一下鸭子叫一样的 好 后来就觉得我就冒一个险了 没有排列了 完全没有排列了 我就要现唱我的cd 其中一个专辑的一首歌 那因为我才知道说你们在外面有拿广告 这个就自己人特会叫做爱的奇迹的聚会 对不对 所以我就唱其中一首歌 他的歌名就是叫做爱的奇迹 好所以呢 现在我挺紧张的 因为我没有排列 通常我要演唱之前呢 我都会排列了 所以呢 如果在我唱的好的话 那你就大大师的努力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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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唱的不好 唱的总调 什么这样子的话 好 因为我怕有个高的地方 我真的老上了 那 如果唱的不好的话 你的掌声 要你现在更加大声 好 你还可以唱你这个唱歌 好 我一定唱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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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们带来这首歌 爱的奇迹 谢谢 真的 不停 你终于失去我的门 speakers 你终于失去我的力 请把我残怀 可以我不能放弃 你终于失去我的力 情形在你有几个力 至少我还拥有你 你让我每一天 走过爱的情景 心花开花的你 我一人不离不许 你让我每一天 清理爱的情景 放松发与的心情 我一人的火影 高生意 你 黑暗 你终于生存你的保密 请让我在你怀里 不离我一样发起 你终于生存我的保密 心情在记忆 至少我才能有你 你让我每一天 走过爱的情景 心花开花的你 我一人不离不许 你让我每一天 我一人不离不许 我一人不离不许 你让我每一天 我一人不离不许 你让我每一天 我一人不离不许 你让我每一天 我一人不离不许 可谢主 好紧张 感谢主上帝没有让我出阳相 感谢神 所以还可以吗 还可以 活泪大汗了 可以了 不错了 就这么一首歌吧 没有办法再继续再会 活龙真的不太舒服 但是呢 再怎样 我还是为尽我巨大的努力 把上帝的花给讲好 给讲完 好不好 我们每个人都闭上我们的眼睛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主说主我们为着今天主这个主日的聚会 向你献上感恩 主说求你与我们同在 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运行 主让今天晚上 当我们在听的时候 当孩子在讲的时候 主不管是听的讲的 我们都要被你的话语充满 主我们会要从你的话语中 听到得到亮光 也让我们的生命有你的话 也叫我的生命活出你的话语来 求主说你闻到一下的时间 将去迟钝 麻木 疲惫的灵 骚扰的都完全退去离开 求主你来闻到 奉耶稣基督圣明 我们将到 告 阿们 将到我们要避免我们的神 阿师徒 好我们来看 一段经文 那这段经文呢 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太陌生 如果你来到教会一段时间呢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听过这一段经文 你应该都读过这一段经文 我们来打开我的圣经来看 路加福音第十章 三十八到四十二节 路加福音十章 三十八到四十二节 好不好 好找到了吗 你的圣经有没有路加福音啊 路加福音你应该要很快找得到 因为这是四福音书的其中一本 就在新约福音前面几本书 应该不会太困难 对不对 好 第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 找到了 请我们一起来念 说好哦 一起念哦 说好哦 一起念 说好哦 一起念 重要的话要说三次 OK 所以呢 就一起念 不要等下读到一半 剩下我一个人读 好不好 好 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 第二三 看我们走路的时候 耶稣进了一个村庄 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 揭开大自己家里 他有一个妹子名叫马利亚 在耶稣脚前踢坐着踢他的道 几次来 三十九 三十九节三十九节 为什么卡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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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呢 OK好不要请我们来看我们的圣经 如果有设计到我们再继续的来念 好不好 来一二三 马大事后的事多 心里忙乱 就进来说 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事后 你不在意吗 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耶稣比他说 马大 马大 你为许多的事 有私律缓扰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考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阿们 所以在教会里面 在很多的教会 我去过好多好多的教会 在好多的国家 在马来西亚都有 好多的教会 都有很多侍奉上帝的人 在很多的教会 都有服侍者 那个是一件好的事情 跟你们一起说 那个是好事 跟他说 跟你们一起说 那是好事 教会有侍奉的人 那个是好的事情 如果已经教会 没有人愿意侍奉神的话 那那个绝对是一件坏事 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呢 我们到我们看来看到 我们这一段的经文 马大看起来 好像比较会侍奉 大家有没有看到 哇 当他把耶稣接到家里面的时候 哇 马大就一直在忙 一直在忙 一直在忙 可能在后面煮饭 可能在后面泡东西 为了就是要接待耶稣 看起来好像马大比较会侍奉 而玛利亚呢 看到耶稣来了 他就坐在耶稣的脚前 听耶稣讲道 对不对 看起来有两种个性的人 一个是挂捉牛捉马的 一个就是静静的听耶稣在讲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教会都有好多的侍奉者 马大就好像现今的侍奉者一样 很多侍奉者都非常忙碌的在侍奉 忙碌碌碌的 为了教会 为了耶稣 做这个做那个 做这个做那个 不是不好 好 会侍奉神 好 因为将来你在天上 也因着你的侍奉 你为了赏赐的 肯定会的 所以我刚才一开头我就说 神不会浪费我们的时间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就是很多现在有很多 现在可能我们当中 我们自己也可能是其中一个 就是呢 如果不小心的话 我们会开始忘记 我们为了什么而释放 可是今天像这种的状况 成为很多侍奉者的写照 忙忙碌碌在家为做这个做那个一天的热心 好不是不好 可是做完了做牛做马做这个做那个 你这样做这个他说好 你这样做那个他说好 你这样做那个他一讲很好 他什么都做 做到做到最后忘记我为了什么的事 做到最后我忘了我是为主做还是为谁做 那个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我的教会也有很多的侍奉者 我的教会现在已经两千多人 教会我们需要很多的侍奉者在各个的部门 可是呢我也发现到 在我的教会也有这种的状况 有一些是那种的好好先生好好女士的 你这样做什么都可以什么 可以咬刷好嗨 你们听得懂什么叫咬刷好嗨吗 刀山咬嗨对不对 哇哇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 到了最后呢哇好累哦 服侍到我不知道我是为了什么 但我就不要讲别人嘛我就讲我自己 有的时候也包括我身为教会的一个领袖 有的时候我都会服侍到 忘了我为谁而服侍 有的时候就是忙这个忙这个忙这个 看起来我好会服侍 好爱主的一个弟兄哇哇好百善 到了最后都忘了我为什么要牵手服侍 在教会我算是相当忙碌的一个人 刚才唐牧师有介绍过我身在牧养差不多500个上年人 好所以他每一个去每次去每个都四五百人在聚会 他当说哇你照这么多人已经是很忙了对不对 好可以 然后接下来呢我在教会我又是教会的副产生 现在呢我在教会呢我又要忙主持人的婚礼 然后呢在婚礼呢我又要给他们上课 然后呢接下来呢现在我又要主持三礼 好我真的真的我婚礼也是我主持三礼也是 所以呢你红色也是我白色的也会出现 所以你看你看听起来好像很多对不对 而且呢单单给他们上课已经不得了 而且我们教会是初遥名聚会很多间的 很多的教会我们拜二有老告会 我们拜四我们有青年团 我们拜五有家庭团契加少年团 我们拜六又有祷告会 我们主日又有两堂聚会 星期三如果我已经开始开课 我星期三又要开始教课 还没有包括人结婚跟人死 那个我还没有算进去 所以你看几乎每一天都非常的忙的 然后呢我又要打理 我自己的唱片要飞去这边 飞去那边又要演唱 步道做隐蔽的讲演等等等等 所以我给你们看到 我几乎是很忙的一个人 对不对 不忙才怪 对不对 我故意叫九十二人 我故意叫九十二人 你正为的 我让大家知道我在教会 我是真的很忙的一个人 但是当我在忙的时候 你可以很忙 忙没有错 可是当你在教会很多事后 很忙到忘记神了 那个就不好 大家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我不是叫你说这样 哎呦哎呦 这样子从今天起来 我去以后不要事奉 我每次是这篇训会 就是听好故事讲道就好了 或者是听谁讲道 我在教会就是负责 就是在等一下进一办 或什么都不要事奉 那个也是错误 你一定要事奉 重点是当你在事后的时候 你会不会忙到 连耶稣都忘记了 连应该安静自己 亲近耶稣的时候 你都忘了 很多事后者今天是这样子的 有些事后者 哇这边忙 有些厨长每天忙 哇他把我都能去传福音 很好非常好 可是忙到自己都没有时间亲近神了 很多服侍者是这样的 就像今天下午我给那一群的 敬拜团的这些的musicians 我给他们一些的分享 给他们一些的交道 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 可是呢我叫他们说 你心里面举手就好了 你不必举手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要他们举手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举手 我问他们说 你们每个主日在台上 哇又弹琴 你们又打鼓 然后又助唱 又领唱什么的 哇在敬拜团里面服侍 我问他们说 除了在聚会当中 你有这样子的敬拜神以外 你在平常 你在家里 你会敬拜什么 我问他们 你是有一个敬拜者 在敬拜团 你属于是一个会敬拜的人 我叫他们说 你如果你有在家里面 你常常都有敬拜的 你举手 我相信没有几个 我相信 对不对 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侍奉 只是在教会和 忘了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真的非常的悲哀 这是今天很多侍奉者 甚至传到我的生命中的一个悲哀来的 所以我觉得马大跟马利亚 其实当我来这边之前 我有几篇都到 我已经准备了几个 可是我由于误觉 我不知道我应该讲哪一个 所以我教授 哇 这几天我就一直在祷告 主啊 主啊 到底这教会应该任听什么道 因为我觉得来 既然要来分享 就讲大家需要听的东西 我来这里 其实 你们看得出 我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 对不对 我是一个 我觉得我是一个相当有口才的人 我可以用我的口才话 啊,讲一些大家听得很舒服,啊,大家听得我好爱,我很期待我下次再来的,啊,我们很容易弄人家习惯的,可是如果不是上帝要你讲的,那个就对我们无意了,对你们也没有依求的,对不对? 后来到这边,老公,老公说,到底要讲什么呢?突然间我的头脑就出现,玛丹和玛丽亚,因为这是事后者,很多人生命需要停,可能你对这个故事,你对这个经文,你一点都不陌生,没有错,可是我常常说,你固然知道真理,可是你有活出来吗? 那个是另外一个事,好不好?我们先来看,马大这个女人,马大,我查考了原文圣经之后呢,原来马大她的原文,马大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做一个太太,太太是一种称呼,不是在家里做老婆的,太太,OK?太太,或者是贵妇,原来她说马大这个字,叫做贵妇,贵妇人,我还不知道呢? 查了才知道,原来马大这个字,叫做贵妇,贵妇人的意思,蛮尊贵的一个意思,对不对?而且呢,她就是那个拉撒路,你们知道谁是拉撒路吗? 应该知道,她是拉撒路和玛利亚的姐妹们的,OK?所以这个是马大,那第一点呢,马大呢,她接待和服侍耶稣 马大接待耶稣,马大服侍耶稣 如果我们看着有读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是马大把耶稣叫来家里面要接待耶稣哦 不是马大,不是马大,是马大叫耶稣,请耶稣去她的家做客人,是马大 可是呢,问题就出在,当耶稣来了,当马大把这个耶稣邀请到她的家里面的时候 可是感觉很奇怪就是,客人来了,然后呢,马大好像感觉上,跟耶稣没有什么交流的 跟耶稣好像没有什么交通的,马大就逼你去忙,可能她去煮,可能她去弄水,可能她去切水果,可能她去做 啊,我倒,我倒,我不知道啦,可能她去做,我倒,我倒,我倒,对不对? 哇,你知道她就能忙忙忙忙,那种感觉就像这样子的 哦,你新年,啊,你去有些人的家庭拜访,啊,你就去她的家拜年了,什么这样子 哦,那主人就说,哇,你来了,哇,好欢迎,好欢迎,或者可能是你的朋友邀请你去她的家 哇,好欢迎,好欢迎,哇,你坐,你坐,你坐 哦,然后她就在出发,我们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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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就在那边,就是这样咯,后面听到好像很忙这样子,你又忙不上忙,你就一个人坐在那边孤独寂寞着,就是这种感觉咯,所以马大就是这样的,虽然他接待,他邀请耶稣来,可是呢,却没有什么跟耶稣有什么亲近,有什么交谈,那第二呢,当马大在后面在忙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因事物多而凡乱,他在后面就忙了,哇,当你忙的时候,我跟你讲,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的经验,当你开始忙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会开始很淡淡,对不对,当你开始忙的时候,哇,好多东西要做,哇,好多这个东西要顾虑,哇,好多东西我要照顾到, 你的心就会开始很烦的,对不对,多数人都是这样的,我遇到那些很忙的人,脾气多数都不是很好的,所以你们看,我是很忙的人, 我的脾气还算是不错的嘛,所以呢,可能你们不太认识我,基本上我也是蛮挤躁的一个人,你们看到,哇,穿大衣,老结的瓜,哇,穿得美美这样子,然后又很会唱歌,我跟你讲,认识我久了一点,你就知道我是很不耐暖的人了,真的,我是很没有什么耐心,因为很多东西你要去想,很多东西你要去顾虑,哇,你不能够跟人家跑到的, 很容易就会脾气暴躁,所以当这个马大,大家在后面,哇,很多事故真的正在做的时候,他也开始烦乱了,圣经开始说,他反过很烦的,思想,头脑,很乱的,很多东西要做,开始生气了,开始发脾气了,对不对, 所以这就好像很多人,好像有些人,哇,开始有很多的侍奉,很多的侍奉,哇,感觉上,哇,满满路路,满满路路,可是当在侍奉的时候,动不动就开始发脾气了,对不对,我也遇过好多这样的,在我的教会里面,我先不要讲别人的教会,讲我自己的教会就可以了,哇,可怕,可怕,哇,一点点就脸黑,一点点就脸黑,一点点就脸黑, 跟他讲一点东西就脸黑,因为事物多而凡乱,当你这次侍奉神,你怎么那么快脸黑了,那个很奇怪,对不对,好像我刚才,我也是在服侍,我也是在侍奉,我也是在服侍唱歌里,有看到我唱到一半脸黑了吗,对不对,那个很奇怪,那个感觉,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为主而做,为了神而做,怎么那么容易, 就脸黑了,这个好像讲来讲去,有一点说不过去,有没有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忘记,是为了耶稣,所以呢,我们什么人的情绪,都会去脸乱,所以我发现到有一些,刚才我所说的,玛利亚因这事物多而凡乱,我也发现到有些时候,有一些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过太多的事, 有些人已经硬乱不下去了,已经已经累垮了,已经很烦了,结果有的时候是因为面子问题,硬乘啊,硬乘下去,因为面子问题,我跟你说,当你示到神的时候,不是为了你的面子,你示到神是为了上帝而做的,圣经不是说吗,当你示到神的时候,不是为了你的面子,你是为了你的面子, 当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应该从我们的心里面来做 像是为主做我们一样 既然是为主做 那你就应该做得最好 但不是用硬撑的方式 阿们 你跟病人说 不要硬撑的他说 不要硬撑的他说 你知道有的时候 有一些的主张 有一些的领袖 很被探访 你知道我早期到我在释放的时候 当我刚刚在教会里面服侍 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是 那时候我刚刚来教会全职的时候呢 我只不过只是一个 一个 我应该怎样形容我自己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同胞 什么都做 洗厕所也是我 把椅子回来 然后呢我其中一个服饰就是 我是负责驾福音车的 啊对 我忘记 我也是校团的组长 我不是团长的时候 我有其他的团长 我是一个小组长 你知道 驾福音车 特别是驾福音车 哇 驾福音车的弟兄姐妹 你们真的要多多 顾惜 多多可怜他们 因为我驾了差不多10年的服饰车 真的我驾差不多10年 一点都不夸张 我还没有全职我就驾福音车 但我全职还是我驾福音车 感觉上这个软件有点没换的就是我啦 OK 你知道 驾福音车 我们的弟兄姐妹 多数都是弟兄嘛对不对 你知道我们的太太以前也是驾福音车 你不要看他人家 摄摄了小小子 还还这样子 他驾巨大量的 Venture在里面 我们两同期以前都是 在里面 而且呢我们常常是 早早 在里面我们早上的聚会主日 我们需要早早 五点起身 苏喜的叫出去在里面 因为好多不同的地区 早期我们是这样 当我们教会还很小的时候 我们都是这样子 不是的 然后再来 再来 再来 哇这个 差不多 8点半了 九点聚会 哇我要冲到盒盒盒盒盒盒 赶快到家会 为什么呢 我还要负责开门 你能够想象吗 我还要负责开门 哇看在里面 就像在聚的店 小小见 哇还要开 哇 很乱很乱 然后聚会 完了 聚会 讲完了 大家都去吃午餐了 我还要把人一个一个 先载回 大家已经开始睡午觉了 我才开始吃午餐 你知道吗 哇那些叫福音车的 终于 有人明白我的姓神 我做了这么多年 真的叫福音车真的是挺辛苦的 你知道有没有想到吗 所以那些你常常如果你是坐福音车的 你一定要赶得懂 至少有一个人愿意在你来教会 然后呢少年团庆 少年团庆 我也是叫回车在开门 我也是要负责开门 然后晚上去会玩的时候 我每一次我回到家 差不多是凌晨一点 12点多到1点 因为有些人住的超级远 真的是很远 上巴里面的那种 我们也是要债 哇你知道吗 这不是 哇我又要负责开门 我要赶着去教会 然后在上面又要把人载回 我也是组长 我就要去关心我的主员 要探板 我跟你讲我常常回到家 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我已经只剩下半条命 真的那个感觉 就是躺在船上 很长连洗澡都没有 毕竟躺在那边 哆哆哆哆的 真的很疲惫的 你不相信我 你去试试看下午你车一下 然后你负责离开门 你试试看 你就知道我讲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发现到有很多人是这样 哇很会做这个 很会做那个 而且呢已经有点撑不下去 还是一撑 有的时候牧师会问我 会问我说 你能够吗 要不要再找多几个人 来帮忙叫 不要 不要我能够 为了什么 有的时候我也不懂 为了什么 而且到了最后 累到半死 而且到家 我跟你讲说 赖落时间 我常常都要 做这个 做那个 教会没有 回待你 牧师也问我 你能够了 可是呢 就是因为 自己觉得自己能够 而且那段的时候呢 是我的灵命 最糟糕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说呢 到家 已经很累了 读圣经里 根本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更不要讲 祷告跟警拜 你根本 不可能做不到 你已经很累了 所以今天 你身为一个服侍者 你今天 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服侍 你是那个马大吗 因着事物繁多 而开始 心里面 开始繁乱的那个马大吗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在事故的时候 不要忘记 你为谁 而事故 阿贝 格林格弊那种说 事故是为了耶稣 格林格弊那种说 是为了耶稣 而且呢 第三 当马大开始很多 这些事故的时候呢 第三 这个是我们一般上的人都会有的反应 就是呢 马大开始出来讲话了 对不对 马大就出来有点责怪耶稣 你知道他的口气是有点责怪耶稣 哈 耶稣 你看到我这样忙 你没有叫马大来忙忙一下吗 这合理吗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太多 太多了 事报 太多的工作 太多的东西在我身上 第三个会开始出来的态度就是 我们开始被发烙烧了 我们开始被埋怨了 开始我们会看到 教会 就是我在做 哈 什么都是我做 哈 别人没有做 就是我一个在做 诶 你要做就应该心甘情愿得住 对不对 甚至也有人 我不是说这个教会了 甚至也有人说 你看 那个做牧师的 做什么牧师 每天只会在他这讲道 开门都不给他开 对不对 什么都是我做 对不对 我也听不过有这种的抱怨 可谢主 我在这教会还没有听到这种抱怨 牧师没有警察 不要警察 不要警察 我看到牧师很警察 手越来越紧 我看到好像 没问题的案例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我听到别的教会 为什么会这样 你不是一个侍奉者吗 你不是在侍奉主吗 怎么会到了最后 就开始埋怨呢 而且马上我刚才已经讲过 他对耶稣开始有点抱怨 他讲说 怎么你让玛丽亚听你讲道 你为什么 不要叫玛丽亚也来帮忙我一下 对不对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都会听到 有一次人 开始讲这种话 你知道我在教会做到有多累吗 你知道我都多忙吗 对不对 对不对 有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会讲这种话 你为什么会讲这种话 对不对 所以我事后 是为了什么 事后是为了耶稣 还是事后就是因为事后 和事后 忘了是为了谁和事后 在跟你旁边的人 你再很温柔的看着他 为了耶稣 跟他说 很温柔的眼神 你不要看到他 跟你病含的罪一样 好不好 然后呢 接下来 马大讲完了 你知道马大这种的态度 是很多今天 侍奉者的一个写照 那我们来看看 玛丽亚这个人又怎么样了 感觉上 马丽亚 不太会 事后的感觉 对不对 你知道 我也去查考了 玛丽亚 他的 名字的原文 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都有原文的 我相信 爸爸妈妈取 我们的名字 的时候 都有他 特别的意思 很多人都说 我的名字 很霸道 为什么呢 我姓高 叫伟红 又伟大 又宏伟 你这样做这种的感觉 我相信我爸爸希望我能够做大事 对不对 每一对人的名字 都有意识的 那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 应该有名字叫阿杜跟阿杜 对不对 虽然我们的阿杜 都是我们的名字 都有一个 proper的名字 对不对 那玛丽亚的名字 他的原文是什么呢 他的原文 我觉得很 很有趣 感觉上玛丽亚 很多人 也 刚才好像有玛丽亚 上来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彼得 我刚才在台下听得有点紧张 彼得都来这教会 玛丽亚 听得有一点点紧张 我又有点压力 开玩笑 开玩笑 你知道 玛丽亚的原文 你知道很多人名字都叫做玛丽亚 对不对 很多人 阿阿阿阿 阿阿阿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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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 你知道吗 玛丽亚这个名字的原文叫做 背叛 他还有一个原文叫做 很苦 诶真的真的 你们去查考一下 你不要讲说我乱乱讲 我其实我看了我很想笑 我看了 诶 怎么 这就问名字 你觉得 好优秀的名字 可是原文怎么这么难贴 当然 如果你真的 你名字在IC里面已经是玛丽亚 你也不要太 你也不要太在乎 你不要太在乎 OK 所以就 所以就没有办法 IC没有办法改 对不对 OK 所以真的 玛丽亚的原文 叫做背叛 不背叛 叫做很苦 很苦 苦瓜里 生活的 辛苦 OK 所以 但是呢 玛丽亚 就因为 他的名字 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 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亮光 如果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真的是非常的 困难 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 真的是太多的压力 以致你的生命真的很苦 你的灵命苦干了 你似乎已经忘记 忘记主了 你似乎已经觉得你已经离开主了 很远了 玛丽亚的名字叫做苦 对不对 可是呢 他却懂得 坐在耶稣的脚前 听耶稣的话 所以这种对我来说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亮光来的 当我们的生命开始出现苦干 当我们的生命开始很苦的时候 很常我们的 我们的第一个反例就是 我们要找人诉苦 我们喜欢找人讲 对不对 哇 我现在开始去找 唐路师 我这个面前一把泪一把泥 觉得我的生活有多么难 然后讲完了之后还不够 就去找我的主长 主长讲完还不够 就在看教会 什么人好讲都批你讲 对不对 很长的时候 我们生活出现问题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找人讲 你知道吗 玛利亚 她的名字虽然是这样 背叛 啊 不知道她是是她背叛 她是背叛的 那个意思我就没说 我去找了 总是这就是背叛的 然后接着就是很苦 可是呢 玛利亚却懂得 来到 耶稣的教权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晚上你坐在这里 人的爱是有限的 上帝的爱是有限的 人能够帮不了你一时 帮不了你一世 你听得懂我的这句话吗 所以当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灵命出现什么问题 第一个应该找的 应该是 耶稣 耶稣是你 永远的帮助 在这里旁边那个人说 如果坐在这里旁边 那个人是人的话 OK 你就跟他说 你应该找耶稣 跟他说 应该找耶稣 OK 所以我绝对相信 玛利亚她不是懒惰 她绝对是一个 会懂的事后的人 可是她懂得把握时期 当耶稣来了 耶稣不是每天都去他的家的 对不对 圣经没有讲说耶稣住在他的家 没有的 难得 耶稣来了 难得的一个机会 我在说玛利亚 绝对相信 他不是那种什么都不会做的人 可是玛利亚她非常的聪明 她非常的有智慧 她知道现在是我有机会听耶稣讲道的时候 现在是有机会我可以亲近耶稣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事奉大把的机会 对不对 你要不要事奉大把的机会 你可以去事奉 可是 神的同战 不是每一次都那么的强烈 当耶稣来了 当你有机会靠近耶稣 不要失去那个机会 要懂得珍惜 阿们 所以我来看 玛利亚第一点 A 他是一个会懂得靠近耶稣的人 他会懂得靠近耶稣 虽然我那已经说过 我绝对相信 玛利亚是一个会失望的人 可是现在 耶稣来了 他就会懂得来靠近耶稣 我去威胁的教会 我带这个教会说法 我应该 我觉得应该还没有这种的 这种的问题 因为我发现到 罗上的行政同工 在聚会 都在罗下听到 这个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有的时候我去到有一些的教会 我也会看到 我们楼下 明明在聚会 可是很多同工 还在办公室里面 在忙这个 忙那个 真的有这么忙吗 所以呢 这个叫做 不懂得珍惜 靠近耶稣的时间的人 所以这个是很悲哀 所以我为了这个教会 感谢所发现到 罗上的同工都在这里听到 那个是一件好的事情来的 因为呢 听到不是每一天都叫你听 可是呢 事奉你常常都有机会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每个星期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听到 顶多你也只是来一堂 对不对 虽然这个教会 我们有两堂的聚会 今天晚上 跟明天早上 可是我相信 多数的人今天晚上 坐在这里 明天早上你应该没有买的 对不对 大家都只参加一堂 对不对 可能你们都是 参加两堂 如果我弄错了 sorry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是对的啦 所以对不对 所以你看一个礼拜 你也不过只是 那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你有机会听到 使得到 有机会来到教会来敬拜我们的神 跟着弟兄姐妹一起 要懂得珍惜这个机会 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阿们 阿们 所以玛利亚 我绝对相信我还是在说 他是一个会侍奉的人 可是他知道 耶稣来了 耶稣讲道了 他要学上帝的话 他要听耶稣讲道 所以呢 他发现他做了东西 他知道这个时候 他应该要听耶稣的讲什么 阿们 接下来呢 我们也看到 玛利亚他不只是 他懂得靠近耶稣 我刚才已经讲到说 他也会聆听 主所讲的道 他会听神的话 有些人来到教会 对 固然你是 就坐在教会 我看到你的身体在这里 我看不到你的魂 对不对 魂是你的思想 你们没想到魂 我就想到鬼魂 OK 魂是你的思想 我可以看到你的身体在这里 我可以看到大家都坐在这里 眼睛固然在看着我 可是 并不代表 每一个人 都很专心听到 你看 这个玛利亚 他来到耶稣的脚前 他听 耶稣 讲到 他听 所以今天 你来到教会 你有听吗 还是你坐在下面 OK OK 台上的这个讲员今天不错 我声音很大声 才知道原来 东马的讲员的power是很够的 OK 可是呢 当你在听的时候 你的头脑 你没有在这里 你的头脑在想 哎呦 等下三位后啊 哎呦 九点多啊 我应该去哪里吃宵夜 我晚上在那里面试 我的老婆又不肯住 我刚才 哎呦 哎呦 我现在应该怎样 哎呦 明天 哎呦 什么工作 我要做 哎呦 孩子这个还没有买 哎呦 那个 工科也还没有做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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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固然在这里 你有听 神的话吗 你有像马利亚一样 把神的话 听进去吗 这个很重要 我跟人家人是很容易分心的 人超级容易分心的 包括我已经在教育很久了 有的时候 坐在台下听到 你不小心的话 有的时候你的头脑就会 开始飞到别的地方了 你就开始去想东西想西的 刚才路是讲什么你根本没有听进去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呢当你已经来了 你真的放下你的工作 哇很不错 你放下你应该做的你都放了 像马利亚一样的来到教会来清净主的 你坐在那边的问题是你有听吗 你有没有把神的话听进去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不对 我们的思想太容易 这边左飘飘 右飘飘 上飘飘 下飘飘 很容易飘来飘去的 你知道我去查了这个原文 原来呢 听这个字 圣经说马利亚听 耶稣讲 听这个字呢 他的原文就是 听见 有听见 而且 知道 他知道 耶稣在讲什么 因为他有好好的听 而且呢 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他 听 虫啊 有的时候我们听了 我们没有顺虫啊 听是听很多 很多东西 我们都知道 可是我们却 没有跟着 去做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马利亚听 耶稣讲道 他听了 他听见了 他知道了 他听进去 而且他听从 他听了 他顺着 耶稣的道 去做出来 去活出来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道 听了也不少 对不对 每一个礼拜 你们都要来这里听到 我每一个礼拜 我都要听我的牧师 讲道 最上三篇 哎呦 我这么安装嘛 哎不是不是 因为呢 我们服事的 我们需要服事两堂的 我们早堂 跟短堂 我们明星生 如果有被排到的话 你都要服事两堂的 而且牧师说 就算早上听过了 你晚上还要再听一次 那我怎么会听三次呢 我忘记 我告诉 我忘记告诉你 我还有一个工作 这个是我的工作 我不敢说 这是我的师父 我其中一个工作 敢为身为教会的全职同工 就是 牧师所有的讲员来我们教会讲道了 我是负责剪接的 因为我以前是做音乐 所以我对剪接这东西对我来说是很熟悉的 变成啊 牧师 那个主题讲的道我已经听了两次 当我再剪接 我愿意再听我一次 我都大概被备了 我是不夸张 牧师主题讲的道 我几乎被备了 我听三次 别人听一次 我听三次 也就是说 听到 哎呦好不听 好心 我已经听到又再听 听了又再听 对不对 问题是 我听了那么多次 我听了三次 我有没有选从 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固然很好 你放下你的工作 也就是说你放下你的家庭 你懂得来到这里 亲近身 很好 但是你有没有把神的话 听进去 你有没有 顺从 神的话 这个很重要 我们不要只是来到教会 做一个只是一个 做礼拜的基督徒 做是 做在大平的做 这个就不好 有没有 跟你跟弟弟说 不要只是来 祝我礼拜 快点 跟你跟弟弟说 快点 不要只是来祝我礼拜 好没 所以呢 这个很重要 那接下来的 最后的 就因为 玛利亚对 耶稣 有这种 可恶 他对 耶稣 有这种 态度 最后的 这个对我来说 这个是 非常 非常 重要 这一件事情 就是 玛利亚呢 他得到 耶稣 的称赞 耶稣没有称赞 耶稣称赞 玛利亚 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当我们无论是在台上听到也好 我们在 使用神也好 耶稣对我们所做的 耶稣对我们所付出的 耶稣 有没有称赞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 忙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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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什么不 喜欢我们做的 都不称赞 我们所做的 那我们所做的 真的是 白费 你同意吗 所以呢 今天 当我们坐在这里 加利商 城市 教会的弟兄姐妹 你在这里 我都用一样的 佛流 跟每一个人都讲 同样的话 今天 你所做的 今天 你所献上的 今天 你的心态 你的态度 对神 是不是 耶稣 所承赞的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 我但愿 这教会的 每个弟兄姐妹 当然你一定要 事奉神 但是呢 我再把话说回来 当你在事奉神 不要事奉到 忘记 为了谁 而事奉 因为当你开始 事奉神 忘记为了谁 你就会开始有很多 负面的反应 肯定会的 当你是为了人 你当你是为了教会 你会有很多负面的 当你在事奉神的时候 你有没有记得 你也应该 分 把你的时间 分出来 像马利亚一样 听神的话 亲近神 有没有这样 这两个都 一定要平衡的 一定要平衡的 身为一个事奉者 身为耶稣的门徒 这两个要平衡 阿妹 阿妹 大家都还听得懂吗 还听得懂吗 大家还听得懂 我们沙拉网的华语吗 还听得懂 如果听得懂 感谢神 如果你听不太懂 没有关系 我从头再见 所以我大愿 我现在的 我刚才的这些的分享 能够给大家 一些 真的 一些的亮 一些的提醒 身为一个事奉者 你的目标是谁 当你在事奉 做这个 做那个的时候 你是为了耶稣吗 而且当你应该 亲近神的时候 你应该让神的话进来的时候 你有亲近神吗 你有听神的话 这个很重要 阿妹 我们每个我们的闭上的眼睛 我们来做一个 我们来做一个 据说我们为着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圣先生感恩 谢谢耶稣 因为这个教会 是一个活热的教会 很多的弟兄姐妹 他们都 非常的愿意 侍奉 他们都愿意买上 他们都愿意出去 主啊 这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是神的 今天晚上 军联提醒我们说 当我们有很多的侍奉 当我们有很多的工作 任务在身的时候 主啊 我们的目标是谁 我们是为了谁 我们是真的为了你吗 还是为了我们自己 还是主啊 我们已经 事后到 我们都已经忘记了这一切 绝对再次 叫我们的这个心 再次的被你提醒 主啊 再把我们祈求的爱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当我们在事后的时候 我们完全是因为耶稣 当我们应该亲近你的时候 主啊 当我们应该听你的话语的时候 主啊 我们就全心全力 全省万主的 来领受你的话语 来亲近 敬好在你的同才里面 主啊 让我们这次做 一个侍奉者 我们也做一个真正的敬拜者 在这两者之间 我们是大量的平和 求主耶稣做了一把 要平和的生命 做了灾重在 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 求主耶稣要来取一提 我们的荡荡 给教育的士兵荣耀你 奉耶稣基督士兵 我们要祷告 来我们说 阿们 现在我们要给我们 神祂祈祝 好 时间 大家感谢 感谢阿们 没有感恩 没有喜乐的 苦事 工作 或者照顾家庭的 家庭主妇 煮饭煮的好美 照顾和领 照顾到一直在 团杂的团圆 空着了 我们的道路 但是也有耶稣 好不好 每种诗歌来 告诉耶稣 我要三次联名 像马一样在你跟着 每一天培养这样的时光 成为我 每一天 聚众的事情 耶稣你会让我们的心 都这样的来向你道 耶稣谢谢 耶稣是孤导师 我们是子子 藏在耶稣里面 还藏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生命 就夺结果子 因为你的祖 我们不能做什么 我要耶稣 我要以耶稣 领寄礼 祝我 如此之 也不得 如此清明 请进祝我耶稣 向他 精心祝你 听救生命 顺悠着你 我 要以耶稣 我要 祢耶稣领祈祢 如今之灵 如今之灵 神将天主多难 祢永远要我身体 在耶稣里永恒生生命 这时候我们有礼拜的呼召 第一主人就是你接到你 谦卑的说 耶稣我好累 工作累 如是累 心情最近不适合他 有一些的忧虑 重灯 烦恼 可是烦躁 这样的人耶稣要帮助 你需要的不是去想办法 解决你问题 而是你需要耶稣来触摸你 来刚强你 来聆听祂的生命 第二主人就是 你可能还不认识耶稣 今天来的心温柔 或者是你还没有任何的服事 而是你说你要从今开始 来亲近这个耶稣 来更加认识祂 因为祂是创造我们的神 我们还不认识祂 祂已经认识了 祂知道明切的需要 要向耶稣告诉玛利亚 祂选择上了服务 耶稣知道玛大的烦恼问题 是因为没有向玛利亚亲近耶稣 所以今天你的各样的问题 反倒耶稣知道 让耶稣来为您解决 让耶稣来触摸你的心 所以你是这样的人 还是刚刚所讲的 你需要耶稣再次触摸你 使你工作 为了在家中在教会 在各个岗位当中是有喜乐 更加的有这种的负担意向 甚至不会因为忙碌中 而失忌了这种的爱 好不好 如果你是这两种人 请你来到前面 我们请教你 来为您特别老大 把握这机会 让主耶稣记着这个仆人 来触摸你的生命 来向你说话 那在唱多一次的时候 你可以快来到前面 在耶稣里面 我们多想 你爱情的感觉 还是不放松 我们不能够走 我们不能够走 我们不够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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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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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你要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让你20小时随时随刻 随地都可以来亲见他 都可以来违禀他 如果你愿意的请你把你手机去哪里 听到他心很有 一个必死心可以看一下 你就鼓励他问他 你要不要让耶稣承认你的救主 如果要的请他举手 好不好 你在后面的点 然后大家把他带来救命谢谢 然后跟掌声欢迎大家 真的有意思是请 回去绑脑可以跟他讲 让他知道 有时知道你的虚弱 然后我们继续用手 我们孩子要在他旁边 来 你支持人 让我们能够 来接受耶稣 让他的心 整体要恢复 这些关注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一起举手 闭上眼睛 我讲一句给我讲一句就可以 你不要试试到 我听见你们两个道 这非常重要 非常 蓬富的一件事情 来跟我们一起讲 来一下眼睛 亲爱的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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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 在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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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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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需要来亲近你 我最需要来亲近你 所以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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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接受你 我要接受你 做我个人的救主 做我个人的救主 我相信耶稣 我相信耶稣 你在两千年前 你在两千年前 为我的罪 为我的罪 钉死十字架 钉死十字架 流毛血 流毛血 洗尽我的罪 洗尽我的罪 所以这个时候 我愿意诚心接受你 我愿意诚心接受你 做我个人的救主 做我个人的救主 做我一生的救主 做我一生的救主 我打开我的心门 我打开我的心门 邀请你 邀请你 接受你 接受你 在我的生命 在我的生命 你的罪 你的罪 捷径我 捷径我 释放我 一切的捆绑作主 一切的捆绑作主 一切的疾病 一切的疾病 它是 accused 煩饿 捍耶稣的名 除旋在我事命 我要学习 明天 来清敬耶稣 把所有的重担交给耶稣 听耶稣的话 读耶稣的话 到你来教会 听上帝的话 谢谢你 赐福我 有你的平安 有你的喜乐 所有过去不好的 都断开了 感谢耶稣 让我成为有新的生命的人 是丰盛的 是平安的 健康的 感谢耶稣 所有的爱我 我也要爱你 一生的跟随你 以我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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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们的祝福祷告 我们再次请您让我们 让我们做一个最后的祝福祷告 祝福祷告 我们不要一直在吸收 一直在听 而且听了很多 那么所听的 我们真的是心甘情愿地活出来 所以我们再次来赐福给这个教会 所以让我们的教会 那爸爸是一个成长的诺高 大量的领导这个教会 所以这个教会很快的叫大成长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已经开始感觉到 这个地方已经不够他们的使用 求耶稣你这样的二代 你这样的父系这个教会 佛耶稣就设为我们的教祷告 阿们 谢谢 谢谢 阿们 我们一起介绍我们的祷告一下 谢谢 大家的祷告一下 谢谢主 阿们 阿们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一起亲手 你们不要走我们的祷告 其实我们主导人来祷告结束 然后我们心里人特别祷告 或者这边其他人刚才有出来 可能你是其他的病痛的 还没祷告 而且各样的其他需要 刚才你也可以祷告到 你可以祷告 一起祷告 好我们继续我们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以能力为胜 愿人国降临 愿人之力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各样的礼食 今天赐给我们 愿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的愿人的债 不见我们意见试探 祝我们多以胸恶 因为国度全力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愿人都不愿意 我们赶紧 你们两个双 你们要向马 逸人来养 静静静静 不要向马 拜议了 好 我们来为前面的 把推荐的脑告 你们一起到 你们一起来脑告 谢谢 谢谢大家